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尊 各位觀眾 聖誕節就快要到人了 說到聖誕節大家要想到什麼呢 沒有錯 就是牛肉麵 各位還記不記得10月多的時候 我們有一群YouTuber到日本去參加活動 沒錯 這次的交換禮物的對象 就是當時一起去日本的那幾個人 法蘭克 鬼鬼 安鳩 玩Game 放火 總共8個人 現在變7個啦 要一起進行交換禮物 那這次的交換禮物規則是 我們要準備一個好禮物跟一個壞禮物 寄給不同的人 而你們看完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在右上角的資訊卡投票 投你們認為誰送的好禮物最好 好禮物是送給放火 你們也可以到他們的影片去逛逛 看我到底送了什麼東西 OK 我們開始吧 我這次收到的禮物 是由法蘭克送給我的壞禮物 跟安鳩送給我的好禮物組成的 這是法蘭克送我的壞禮物 是原子彈嗎 這是安鳩送我的好禮物 有兩個包裹 一個是黃色小箱子 捆在紅色大箱子上 第二個是手提袋 開的時候要先開手提袋的卡片裡面 啊 可是卡片有透露我送什麼 所以你還是先開皇家紅箱子 然後你再看卡片好了 嗯嗯 安鳩 這片很純喔 我們今天就送安鳩的好禮物開始好了 這麼大箱的好禮物 我真心覺得啊 這裡面送的是安鳩之前玩過的玩具啊 好 裡面送的不是倉鼠 我一直都很夢想拿到一隻小丑魚 從我18歲開始 Air Swimmers 是什麼東西啊 安鳩包的真的還滿有聖誕氣息 雖然你轉過來後面蛋黃哥啦 氣球先生 現在有什麼東西 這什麼 哇 駭氣耶 哇 你又送我駭氣耶 可以吸一批了 這太酷了吧 哇 這個我真的滿喜歡的 希望下次有人可以再送我一整桶的液態蛋就好了 沒有分別是鑽帶 還有氣球 長得雞XX的彈力球 我送的好禮物是可以放火 雖然那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絕對是最適合它的 這裡面中的是檸檬酸跟小蘇打 壓破後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它就會自動膨脹 還真是有夠沒有效率的氣球 有這種灌氣筒 就可以把毒品藏在裡面 不會很需要 聞起來怎麼會有股巧克力豆的味道 這也太酷了吧 啊 所以我知道怎麼拿下來 先別開 禮物完成後才能開 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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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啾 你片很純喔 AIRSWIMMERS 總之來說就是組裝一隻魚沒錯吧 喔 應該是一隻電動魚是不是 這就是魚骨頭啊 這魚也太大隻了吧 這也是一個類似氣球的東西耶 就是會在天空上游泳那種氣球對不對 它上面還有跟你說你要在哪裡用什麼 哇 這有夠貼心的 不過這真的有夠麻煩啦 這樣子直接從它的肛門塞進去好嗎 我一不抓住它 我就再也抓不住它了 這真的畫像蠻可愛的耶 我 放得到 真的是一不抓住它 我就再也抓不住它了 等我有時間在做吧 總之呢 這就是一隻 可以在天空上遙控的魚啦 剛剛裝置藝術也挺不錯的 你們還送一隻娃娃耶 也送太多東西了吧 是年終大甩拍喔 也太喜歡倉俗了吧 恭喜中完成了如此艱難的任務 因為有點過意不去 所以多送兩隻娃娃給你 這是角落生物中的砸下尾巴 等一下為什麼一句話中 會有兩個我搞不中的名詞 因為大家吃砸下子總會留下尾巴 所以感到無比之悲 不覺得超可愛的嗎 祝你考試順利 以及 Merry Christmas 我決定要把它跟水平均放在一起 接下來看法蘭克的壞禮物 有點好奇法蘭克究竟會送什麼禮物過來 忘記說我是法蘭克 至於我送的壞禮物是送給貴貴 我敢跟你們打賭 我送的壞禮物絕對是所有人送的壞禮物中 最好 真的嗎 我剛才說他裡面真的放生魚片嚇到我了 行得很長 五花肉的襪子 到底誰會穿啊 他還送了兩盒 到底誰會穿啊 襪子裡面的附贈品竟然是軟像皮擦 這個發明人的頭腦到底是什麼 能發明出五花肉襪子的人 我還期望什麼他的頭腦 這個是 披薩襪子 到底誰會穿啊 買第二尊 希望你會like肉片加披薩 東西合併的雙重享受 由GOT就穿出門配短褲 路人絕對視你為怪人 就算沒有穿這個我也會被視為怪人 法蘭克的壞禮物 與其說這是壞禮物 還不如說這是一個很微妙的禮物呢 法蘭克怎麼只有我的size 欸他還送我兩盒披薩 沒有別的東西了嗎 他家的房地產之類的 OK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聖誕節的 交換禮物的開箱了 送給我的分別是安舅與法蘭克 想知道我送什麼的話 可以去看鬼鬼魚放我的影片喔 所以我說那是魚到掉在那邊看我多久啊 OK那我們今天影片的影片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個右下角 喜歡想要追蹤我更多動態也可以點個左下角的訂閱 覺得這部影片不錯的話可以按個下方的分享喔 想要追蹤我的IGFB專頁的話 我會將連結附在下方說明欄中 OK各位觀眾我是尊 我們下次再見 不得不說 看起來真的有點好吃啊